迪迪是属于那种复出型人格 她一直在对西西输出 然后复出 记得她的所有 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侦探们 你们在感情中 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复出型的吗 汉是吧 是 汉哥呢 我们现在已经起个份 欲言又止 你别给我亏类 就是我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一种 好好记上一下 我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一种 对 就记在那个词典的第一篇 杜又鸣这个 这句很酷 我其实是一个 有的时候 容易忽略亲近的人 这么一个人 我会更在意一些个 可能不是那么亲的人的感受 五六年前之前 就是我女朋友跟我 谈恋爱之后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我怎么觉得 我当了你女朋友之后 还不如以前了 在她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有时候可能会更 上心 有什么事先想着 先想着跟自己不是那么亲的人 越不熟越客气 对 你也不认识你 不知道你什么脾气秉性 可能都会去续想 优先考虑他们 反而是亲近的人 可能优先级靠后一点 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 一旦恋爱的话 就奔着过日的那种感觉去的 不会那么大起大落 太累了 对 我是一个根本不懂浪漫的人 你说这个 要不然这么几点 一直没谈上恋爱 是不是 因为确实没人看得上我 别跟我似的 我是个反面年轻 我觉得我是付出型 然后也是接收型 我还是比较在意一段感情的 就是平衡的程度 我觉得任何一种感情 不管是爱情 亲情还是友情 都不是不求回报的 我就可以有些许的不均等 但我们俩只从让这个平 就是让天平摆在一个相对 不会失衡的一个位置上 如果一旦失衡 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危险的状态